广阔的田野 绿油油的大地 配上一格格深浅不一的红色布料 绑成一幅色彩丰富的景象 这里是南沙 亦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香雲沙的一個製作基地 香港人李柏鏗在此為他的國前娃娃找到最佳拍檔 一個大男人和玩具娃娃聽上去似乎格格不入 但這個卻是李柏鏗一直以來的中國夢 大家都在玩外國元素的娃娃 他們的服裝都是外國元素 我反而覺得為什麼不可以玩一個中國元素的娃娃呢 當時我剛好遇到兩位設計師內地 他們設計了這個娃娃公仔 我希望我們這個中國娃娃 其實亦都可以打出去外國的市場 讓外國朋友亦都可以知道我們有中國的傳統文化 一些歷史的元素 故事 中國人是越來越認同自己的品牌 所以這個市場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要打造李柏鏗心目中的國潮娃娃 中國傳統元素自然必不可少 向雲沙在紡織界有軟弘金之稱 需要經過幾十度工序反覆浪曬 亦都吻含著旦家人傳統制衣的智慧 和國潮娃娃可謂天族之合 不如讓我試試吧 好 來 讓你試試 好 試試吧 不用太用力了 其實這把東西都很重 浸泡到這個樹涼燈去到這個顏色的時候 大概是多少次呢 大概是四十多次到五十次左右 經過這幅曬製的布之後 再過來這裡是過泥了 我們說的是特定的河泥 這個是通風透氣又柔軟 嗯 非常舒服 好舒服 這個就是代表我們現時香雲沙最高技藝的 一拍即合 一聊就成了 這個布娃娃是真的有得做的 也可以將我們的漢服文化 也可以將我們香雲沙這個文化 和這個產品 大家一起推出去 就是國際化 要將它做強做大 我們中國一定贏 很幸運 就得到了南曬區政府的支持 就介紹了香雲沙給我們 雖然它不會說很容易可以量產 但是我希望這件事不要失傳 其實可以將一些舊有的 一些傳統的一些產品 其實可以重新再包裝 將它的歷史或者一些東西 去突出出來 亦都可以將這件事變成一個課程 因為我們不單單只說 只是賣一個成品的娃娃 可以通過課程 讓小朋友自己去剪裁 自己去縫 然後將衣服穿在娃娃身上 在這個過程裏面 亦都可以讓小朋友 認識到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 以及一些故事 坦白說 其實內地很多人 都未必可以說得出 所有五十六個民族 到底是一個什麼名字 所以我都很希望 這件事不會失傳了 或者不會被人遺忘 原來這次已經不是李柏鏗第一次創業 早在二十年前 他就帶著兩萬元 膽粗粗一個人回到內地追夢 相比起當時單打獨鬥 李柏鏗現在帶著國潮娃娃再次追夢 入住瑞淵南沙創響灣的 新華港澳國際清創中心 一個專門支援港澳台國際青年發展的平台 國潮娃娃雖然已經免費 但距離回本還有一段日子 產品包裝等環節還在努力 不過李柏鏗明白 追夢的路從來都不會一帆風順 要繼續守 繼續捱 從一次次試錯當中摸索前行 第一次拿出去的時候 反而是做市集 當時因為我是在廣州的北京路擺攤 其實那個人流很旺 小朋友走過基本上就衝過來 因為我們沒有做很多的莊敵 還有那裡的人流沒有之前的北京路那麼旺 所以效果沒有那麼好 這次我拿到的信息就是地方很重要 一定要選擇地方比較多小朋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也可以推動到中國傳統文化